現在角度 我們要去注意台灣 離開清國和中華民國 跟無限中華人民共和國 造成這些各種的發展 這因為 其實和它當年後背景有關係 因為在高雄是台灣 我們說換算是那種的 所謂換換 所以它有它的 古人生命數的想法在這裡 當然非常重要 它提出說 有什麼要有一個國際食物 所以我們在這個研究裡面 如果有安排韓國的關係 跟整個世界的局勢的觀察 這個一定是他很重要的一些觀察和討論的觀點 我們接下來我們就請丹家宏教授 繼續發表他的一些討論和看法 丹家宏教授 主持人 吳教授和財囑的先進 大家好 我今天這篇文章主要是 利用了吳教授 因為他也是我們台灣史研究的一個前輩 像我個人的很多的研究觀念的啟發 大部分也是仰賴於早期閱讀了吳老師的很多論著 他的這一篇文章裡面 我的語談稿在67頁 如果先進門有興趣的話可以往那邊看 大概論述就順著我的語談稿的脈絡 去藉此來討論吳教授所引介的這一套 甲午戰爭裡面關於日本 他其實裡面也包含了歐美的一些介紹 包括日本以及比如說朝鮮 或是蒙古的某些學者提出一些看法 然後印證我們台灣的研究 剛剛吳教授也提到很多關於這方面 台灣應該要做的部分 我就順此來討論一下 以及我個人對於主體性史關的建立 或是台灣諸貼型史關的建立 到底對於台灣主體性有沒有幫助 或是跟學術性的史關裡面的分跡 到底我們應該如何取捨 因為學術跟建立還是有所分別的 像我個人有我的政治主張 可是如果進入學界之後 其實這樣的東西應該把它壓到最低 甚至把它忘掉 可是如果沒有政治性 個人政治性的主體性史關的話 那你講出來歷史的話 對於建立台灣諸貼型 其實幫助是有限的 我覺得日本就是個例子 他的史關非常進步 可是我覺得當代日本人主體性欠缺 那安倍政策其實目前有點扭轉 可能就是想要改變長期來 站回來日本的一些 不管是自虐史關也好 或是主流性的 吳教授剛剛介紹那種進步性的史關 因為那個學術性的史關跟主體性 我覺得不一定有等號 那我的脈絡 我先討論一下我的研究格局 就是說我藉由吳教授裡面所介紹到的 事實上從產業革命以來 不管在科學啊在學術界裡面 不容諱言啊就是以歐美為領先 那日本是亞洲最早接受日本 那個歐美思潮的 所以他在整個學術上走歐美路徑其實非常久了 所以吳教授剛剛講說日本走得非常快 其實毫不意外 因為日本領先非常久 是全面性的領先啊 所以他整個史關其實還因為戰敗 你說建立一來 他在整個歷史學研究裡面 還是遙遙領先亞洲各國 不在日本史研究 包括中國史或是台灣史的一些啟發 日本方面的研究 我覺得他還是走在前面 我剛剛吳教授也介紹過 包括如果以甲午戰爭的格局來講的話 包含了政治過程政治結構 甚至已經觸及到了民眾史社會史 或是文化研究 這部分其實台灣 吳教授剛才認為說我們應該要去加強的 這主要是一種多元化的格局 這相當進步啊 可是對於我剛剛講到了 對日本主體的建立未必有幫助 那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事實上中國式的史關 剛剛吳教授也批判很多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落後的 野蠻的 可是中國式的史關 對於建立中國主題是有幫助的 他未必是學術 可是建立中國人意識是非常有幫助的 他事實上這個中國在我的概念裡面 其實剛剛那個戴老師也提到了 他說那個日本啊 清國啊 或是中華民國他不講中國啊 事實上清帝國跟中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一起兩個不一樣的國家 清帝國是滿洲人的國家 跟漢人為主的中國有什麼關係 中國是滿洲人的奴才嘛 對你去看《甄嬛傳》都知道啊 滿洲人自稱組織嘛 中國人都是老財啊 所以清帝國把台灣割給日本帝國跟 老實講跟中華人也沒什麼直接關係啊 只是因為當代的一些糾纏啊 那我要講說其實 中華他從1978年以來 經濟有快速的成長 可是他政治改革在1989年的六四命運之後 遇到了一個頓挫 否則他的民主改革的話我覺得 相對於當時的建設在台灣 也沒有說落後很多 主要是1989年是一個轉折點喔 所以等於他經濟起飛 可是他的整個學術的教程 還是非常非常多喔 包括在交友戰爭裡面的歷史詮釋 剛剛吳教授也舉了很多例子 這是所謂 吳教授所講的公式見解 公式見解 公式見解 他不是學術性的 我認為有愧於他稱為一個大國 我這邊講說 其實這樣的東西 大國應該是多元化的 應該是海納百川啊 可是現在當代中國 以他的大國來講話 竟然是這麼的閉鎖 預言化 讓人不可思議 連他民眾都可以接受 我覺得也是個奇蹟啊 可是這樣的東西 就是凝聚在中國的主體性意識之下 雖然不一定是學術的 那台灣的話 台灣有他的過程啊 如果我們看他的史觀的脈絡來講的話 早期台灣因為被中華民國統治嘛 那是另外一個中國啊 所以早期的研究者 研究這一段歷史 主要是併入在中國近代史裡面研究 所以中華院進史所 早期被研究中國史的學者 很多都是我們研究台灣史的先驅啊 他們的史觀很難避免啊 會淪路到類似於現在 吳教授所批判的 中國式的公式見解 早期那一輩的 那是他們的整個意識思維的局限性啊 只是後來後繼研究的 包括吳老師等等啊 契讀走上多遠啊 當然現在還有很蠻長路要走 這條路主要就是歐美日那一條啊 可是這條路到底對於歷史教育啊 或是對於台灣主體性建立 有沒有具體的幫助 融我以下的論述啊 那我第二個階段討論到 這些史觀裡面的對抗 不同史觀之間的交雜 它裡面 那當然我們如果以進步史觀來看的話 還是以歐美為優先 他們事實上主要是因為 比較事不關己啊 可以人眼旁觀 這樣的東西比較像學術性的 比較沒有預設立場 因為中國公式見解就預設很多的立場 所以歐美式的或是日本式的 比較能夠看到歷史原由啊 所以歐美跟 一方面因為歐美的東西 其實中國人可能接觸的比較少 所以在很多的學術研討會裡面 如果是歐美人講的東西的話 中國學者比較不會去關注 其實他講的跟日本很像 可是他比較不容易受到攻擊 那中國的公式見解其實不只是文章裡面 講到交五戰爭 包括他會講說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啊 甚至可以上說到 第七世紀 第七世紀排槍口之印可以啊 或是進到說封城秀席時代 十六世紀末 當時封城秀席的出兵海外啊 他都可以說這是日本所蓄積的野心啊 就是說一次到現在為止 中國的公式時關還是不斷的去鞭胎日本人啊 每天訂他的教科書嘛 鞭胎他 用這樣來凝聚中國人的共同體意識 而且這是有效的 可是有效的 可是往往 主體性的時關喔 我現在講的中國主體性的時關 會有他的盲點啊 會有他的盲點 因為他往往也忽略了自己的位置啊 以交戰爭而言啊 他去指責日本的擴張的同時 忘了自己也是一個侵略者 你指責日本帝國主義 事實上 歷史上的中國不乏帝國主義啊 大國帝國主義其實中國也不乏 所以 中國的公式時關是一種雙重標準 甚至多重標準啊 雙重標準 他甚至在交友專制裡面 他忘掉了滿洲人的立場 滿清的立場的話 我剛剛也提到了嘛 滿洲是把台灣當他個人的財產架裝嘛 因為中國人是他的奴啊 260幾年 大清帝國統治中國 中國就是一部滿洲人殖民中國歷史 那台灣同時跟中國一起被滿洲人殖民啊 我們現在要留下殖民痕跡嘛 像我 要跟鄧大人說這個學生的東西 其實我是非常困難的 那為什麼呢 其實這就是殖民的痕跡啊 就是說我的台灣信已經被洗刷的差不多了 就我們現在要留下殖民痕跡 包括中國人也是啊 他現在講的語言也是北京化系統啊 就是滿洲人的語言嘛 所以我們在同時 就是台灣人跟中國人同時在滿洲這個主人的殖民之下 我們被他出讓給了日本啊 所以台灣竟然跟中國屬於奴才的地位嘛 都是奴嘛 那主人把台灣奴才之一丟給了日本帝國 那關另外的奴才什麼事情 所以中國有何立場對台灣的國際地位說三道四啊 這是史官的盲點 他們不知道啊 他們說理所謂當然說 他們就繼承了滿洲人的遺產 事實上奴才如何去搶滿主人的財產呢 這是一種歷史的曲解啊 可是台灣過去歷史教育就建構這一套 這一套 中國等於大清帝國延續這套系統 這也是一個史官的謬誤啊 那這樣我們回到日本喔 也是那個吳教授裡面花非常多篇幅去論述的啊 可是日本的史官裡面在早期啊 還是有所謂的自虐性啊 自虐習慣 就總是覺得好像自己做什麼不對的事情啊 他們已經不是戰前的日本人了 那如果有一派的人希望能夠重新恢復 戰前的日本驕傲、日本光榮的話 這樣東西馬上就會被周遭的 比如說中狗 甚至朝鮮、韓國去盯上 所以你看全世界歷史教育書 其實老實講都是吹牛比賽啊 都是講自己多偉大多偉大 全世界都可以寫 結果日本不能寫 日本只要一寫的話啊 包括台灣早期也會指責他嘛 因為台灣早期是在整個中華民國教條之下 所以他只要一寫 一寫的話 會來自於中韓朝 包括台灣早期 一種大力的批判啊 所以日本的學術不得不走向中立性 因為他們是被逼的啊 否則的話 歷史教育書宣皇自己的光榮有什麼不可以 所以日本的學術當然非常前進 可是我覺得日本的學術對建立日本人的光榮性 或日本的主體性 我覺得是有一段距離的 所以我們可以由此來對照台灣的歷史教育 應該怎麼走啊 所以另外有講朝鮮 那也是那個吳老師介紹 可能剛剛的時間不夠多 沒有辦法介紹 我順便代替他介紹啊 如果你站在朝鮮為立場的話 何為朝鮮主體性 對朝鮮來講的話 他應該把周遭的大國強權都一體均沾嘛 一體均沾 所以對朝鮮人而言的話 大清帝國 跟日本帝國都是侵略者啊 對他們而言啊 可是你會發現朝鮮人批判 他的力道會不一樣 我覺得這是有所接近的地方喔 台灣可以接近的 他們批判日本會多一點啊 那批判大清帝國或是中國會少一點啊 所以他實而單向 有時候只批判日本 有時候會雙向批判 這是韓國 我覺得他的史觀的一種彈性啊 這是非常聰明啊 既可以建立朝鮮或是韓國主體性 又可以從中謀取大國之間的一個力源 包括在歷史教育裡面 他主要盯日本 可是偶爾不忘編太下中國 這是他聰明的地方啊 然後蒙古也是一樣喔 這蒙古的課題 我們通常會忽略掉喔 蒙古在假如戰爭裡面的角色 因為如果不是吳教授的介紹的話 我可能也會有盲點喔 沒有想到蒙古的角色 所以蒙古 他事實上跟台灣當時很像 都不是事件的主要當事國 可能是假如是清帝國日本跟朝鮮嘛 那蒙古呢 蒙古當時其實被滿洲人 徵收民力物力資源 其實也苦不堪言啊 可是也因為假如戰爭的刺激啊 他對於這些大國產生反感 可是蒙古要建立自己的主體性 要脫離大國宰治啊 他也要拉大國來 引以為自己的力量嘛 所以他拉攏了北方的俄國嘛 所以俄國力量進入了蒙古 這是小國 建立主體性過程當中很難避免的啊 就是說我們講 其實老師講角頭主體性 要真正自己做主是非常困難 所以有人會講說台灣沒有辦法自主嘛 對像郝伯尊之前講說 台灣歷史上從來不能自覺 他講的其實日子事實啊 只是講實話是很傷人的 我們都不願意接受嘛 可他講的就是實話 小國在歷史上要做自己的主人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你要當主人之前啊 你要拉大國來幫忙 我覺得蒙古也非常聰明啊 他拉了俄國力量進來啊 用我這邊寫的是他拉俄來抗清啊 引進俄國的力量啊 最終得到了政治上能夠脫離 清帝國獨立的一條康莊大道啊 所以這是兩面刃 因為小國可能落入新的大國載制啊 所以蒙古也很難避免被俄國所影響 可是這個風險我覺得應該擔的 就像台灣當代嘛仰賴美國 被美國載制嘛 可是這是一個風險取捨 如果你不做的話 根本沒有任何機會自己獨立啊 所以引進大國力量 我覺得不要說覺得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可以大方引進 因為歷史上小國建立主體性 都是這樣的歷史過程 我就被殖民者 不僅是大國 被殖民者都要引以殖民母國的某些力量啊 即使像英國這樣的大國啊 他在脫離獨立之前 還是大量的接受的英國來 之英國的影響 包括 民導印度獨立的獨立精英們啊 都接受來自英國的殖民教育 最後反咬英國一口啊 所以借用殖民母國 借用大國力量 這是建立小國主體性啊 可以善用的 小國不需要引以為持啊 因為這是天生的一個資源的局限性 那最後我們看台灣喔 台灣不是交友的事件核心啊 可是我們被 牽引的程度比蒙古更為劇烈 最後就犧牲了台灣啊 所以從戰後以來 我們如果回到戰後啊 戰後以來台灣進入了所謂的 再中國化 再中國化 所以難免史官是受到公式見解的影響 所以當時的史官是批判日本人 批日史官啊 所以我們的當時的史官跟中華人民共國是一致的 台灣的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國是兩者是一致 共同加入批日的史官聯合陣線啊 所以如果到後面 因為台灣政治情勢解嚴 台灣主演走上了歐美日那條比較學術的進步史官喔 就像那個吳老師遇到的困擾 就會得到那位七奇章 中國學者他的嚴厲批判 我認為他們是叛徒啊 你剛剛跟我是一夥的嘛 跟我以前都是滿清人的奴才啊 現在你怎麼可以出來 自己獨 創自己的獨體性史官 所以他對於台灣史 學者的 沒有大力的批日其實是會耿耿於懷的 所以他不斷的去 注意到台灣史官者的想法啦 那台灣對假如史官的一種改變我覺得 大概是從指著日本到於現在 其實是有點趨向於現在啊 當代比較有點像對於中國的比較不友善 就去奚弱中國 比較少批判日本啊 這套史官我覺得是目前台灣 主體性史官的一個 也是一個盲點我覺得也是個方向喔 所以最後第三個啊 我是討論到了 也是我最後要講的喔 就是我結論啊 台灣主體性的史官商榷啊 叫到底要如何建立 然後這個史官建立跟歷史上的 教育要如何去連結啊 因為即使以台灣民主國成立 老實講他也不是一個主體性的建構啊 他偏向於上層階級嘛 所以跟一般民眾是疏離的 所以在假如戰爭裡面 台灣的角色事實上是非常的邊緣性 是大國操縱的旗幟 最後成為犧牲品啊 所以這樣的東西你要去從史事裡面去 分析出台灣主體性建立的話 我覺得是相當困難的 那台灣主體性建立應該是在於 日本統治時代 逐漸的因為一種有別於 日本內地人之外的 本島人意識啊 終於建立了雛形啊 這樣的雛形在1945年我覺得又被破壞了 整個隨著中國的大舉入侵啊 到1949年 台灣被納入中華民國的範圍嘛 當時雖然進入中國 可是同時又脫離了中國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喔 既脫中又入中啊 中華民國跟中華民共和國長期來 屬於一個既合作又競爭關係 所以在史觀上也產生這樣的一種 非常有趣的現象 然後民主化之後台灣喔 如果我們追隨歐美日的進步史觀的話 有可能步上日本後程 就是統派會打說要你學術中立啊 可是你學術中立的結果 就是我們失去的自信心啊 就是無法建立台灣主體性的光榮啊 老實講啊 如果依據史觀邏輯的話 學術性史觀 以台灣主體性為發展的話 真正台灣主體性史觀對於 統治時期的論述啊 我這邊有寫到喔 應該講說 荷蘭佔據啊 西班牙佔據 鄭成功佔據 或是大清帝國佔據 或是日本佔據 以及國民黨佔據 應該標準一致啊 都是被竊佔的嘛 這叫台灣主體性史觀 可是你發現有個矛盾處是 在台灣使用日據的 通常是比較偏向於同派 因為同派先用了 所以主體性史觀的學者 就避免使用 所以台灣史學者 感覺目前主流喜歡用日誌啊 事實上日誌不是台灣主體性史觀 它是一種 學術中立性的進步史觀 只是因為同派用了日據 獨派啊 或是主體性史觀的學者 不能用日據啊 這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學術跟 現實要脫鉤啊 那現實的史觀我覺得 可以落在歷史教科書 學術研究是 我覺得要堅守學術中立 那歷史教育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有 我最後提出一個建議啊 就是說 這不是學術史觀 這是現實的 如何建立台灣主體性的一種史觀 第一個就我認為 批判力道有別啊 就是說我們批判 一般來講的話 對於強權都應該批判 可是我覺得應該要有分前後 目前威脅台灣主體性 最強大的是中國 所以批判中國強權啊 應該來的比批判 美國或日本來的更為強一點 在歷史教育裡面 然後我認為親疏有別啊 因為中國對於台灣主體性的 威脅力道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去 友好外力 引進大國嘛 當然引進美日的力量 會比引進中國 會更為安全一點 這是我認為 我未來以後 在台灣歷史教育裡面 光就歷史教育的話 一個可以開發的重點 而不要太講究學術性 因為學術性的話 會跟日本一樣 會失去自信心啊 這是我個人的一些看法 然後等一下也可以救教育 吳教授 謝謝各位 感謝南教授議員 競爭五教授的研究 還在對中國 還有日本 甚至條線 對這個 我們討論議題的一些觀點 所以這次 這個 港湖建徵是牽涉條線 所以過去比較少在討論 所以這次的研究 我們也有特別安排 在下部的議題 會去接觸到 那個條線的問題 最後一樣 提出 一種台灣主體性的建立 其實我們 剛才李九州 沒有一些方面 是 相當的接近 對 歷史教育的問題 以及 這個國際的關係 這個角度 思考台灣主體性 我想 這是我們 這個 這個發表人 跟吳探人 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我們 因為時間討論 希望大家共同來關心 所以我們有開放 要接近15分鐘的時間 讓我們有會的 這個貴賓 可以提供 這個各位的生活 我想 希望 要發言的人 先說你的大名 如果說你的談話 如果可以 希望 因為這個事物還精力 所以 如果有法度 可以有一個 發言條 是最好 我們 已經受到 那個 他已經掛第一項 馬上 要發表的行動 那個發言條 就來這裡 所以我們第一位請 其他貴賓 就先準備 來 謝謝 我不是要搶先發言 我只是對這個 會議的一個期待 因為 大概都是要 從歷史學者 來前世這個會議 那因為我是要 讀經濟跟政治的 那也在政府 單位服務了十多年 所以不要從理論跟實務 還有從多元角度 來思考 所以我 非常同意兩位 以談人的意見 也是我們對台灣協制界 和台灣未來一個希望 希望之光 那兩位真的賀身可味 講得非常好 那我也 我們現在講了120年 1890年到目前 2014年 那我想大家 是不是能多從一角度 我最近也大概寫了很多文章 那 因為要談政治經濟的complex 就一般政治經濟複合體 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東西 那剛剛李教授也提到 法國年間協派 這不是120年而已 馬上底他們都是 100 300年 現在馬上要來台灣訪問的 那Piat 他是要寫 21世紀資本質疑 這一本是應該會拿到 諾貝爾獎的 那也都受到 300年的整個 經濟社會史 政治史 所以我想我們對 到底我們目前 所持的國際環境 有什麼不一樣 剛剛小格之類的提到了 第二個 目前 李奇奇Maker 就要中國 大概的 決策 程式怎麼樣 他的經濟社會怎麼變遷 第三個就是我們台灣內部 我想這個就是必然的 我們在分析 我們 由歷史可謂清見 所以我想從這個 多重的approach 或許對 我們在討論這個會議 或甚至從理論也好 或實務方面 要建立台灣主體性 我們已經走過很多次 包括我自己都要 反省再反省 那我們應該要是 從理論實務方面 多 這一個多元的一個努力 我對歷史學者 我非常尊敬 可是我們在社會科學家來講 不管讀經濟或政治 我剛好這兩門都有讀一些 我們也是一起努力 謝謝 謝謝林高學發言 在座的朋友 有一個 他現在 無論如何 你如果可以 把你的 那個 那個發言的東西 跟大家說一下 有一個 討論到台灣韓國問題 那個 謝謝 某先生是哪一位 我想請問 就是 台灣跟韓國 就是都有受到這個 日本殖民過 不過 剛才其實 兩者也有提到 就是韓國在目前的 這個 國民的教育 或者是整個社會的 主要的論述上面 會比較偏向 比較 比較負面去解讀日本那段 那段殖民的歷史 那在台灣相對而言 會稍微比較正面一點 至少在目前為止 那這兩個的 當然它背後可能也許是 一定程度的事實 我不曉得 一定程度也是一個歷史解讀的過程 那這個大概是怎麼樣產生過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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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聽說 大家好 我要請教 我選是韓國老師退休 我剛才要請教 郭高雄一個問題 剛才郭高雄有說過 近代很多國家 都透過民間的列領 包括電影市協 還是文學 來把他們的國家中的歷史 來讓他們 這個國家還是民眾的 來瞭解 這方面我所瞭解 日本 韓國 還是猶太人都做得很好 比如說日本 AHK 每年都有年度大戲 比如說版本龍馬賭基 戰國三公主 德川家康 定定 韓國 名城公主 現在韓劇在演的 我是像這個看 那猶太人 不用心得的名單 心得的名單定定 但是台灣很奇怪 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 都不在做這種事情 最近比較有 比如說民間有 衛特省那個 那個什麼 海角7號 Kennon 還有那個什麼 賽德科巴來